原本寂静无名的河北科学家韩春雨 去年研究基因改造技术的论文 获国际期刊刊登之后 不单只成为了学界明星 更获得政府巨额勃款之助 不过事后多国的科学家都无法重复这个实验结果 更加质疑韩春雨涉嫌造假 经过一年的调查 期刊决定撤回那篇论文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 去年五月在国际期刊自然生物技术雜誌发表论文 提出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可以用来医维传病 论文发表之后引来学界极大关注 韩春雨的研究结果 打破美国同类技术的垄断 河北省发改委更加发放2亿2千多万人民币 让他继续做研究 韩春雨亦都被外界称为诺贝尔级科学家 学界之后陆续验证 不过中国科学院等研究院所的13个科学家 以及是澳洲、美国、西班牙等外国的科学家 都说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 更加有人质疑韩春雨涉嫌学术造假 雜誌社在论文刊登半年之后展开调查 同样都说实验无法重复 面对外界指控 韩春雨认为是其他机构的实验被污染 并且坚持不会公开重复一次实验 事件扭让超过一年 河北科技大学发表声明 说为了确保科学研究严谨性 韩春雨和论文的共同作者决定主动撤稿 学校也会安排第三方实验室再做一次实验 向公众交代 今天的中国新闻讲到这里 谢谢